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命是修行的基础 修行必须内修和外修 内修就是把心修得平静 外修就是要对众生无碍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2023年2月份刚过完年 我先生右手手指有点发麻 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是颈椎引起的 我先生又问医生 请帮我看看头部有没有什么 医生说 像有个阴影 检查出头部有一公分大的血管流 这消息像晴天霹雳一样 悲伤万分 我为先生悲伤难过 这时我想起慈悲的师父总是在祝福我们的话 无论是遇到再大的困难 要相信观世音菩萨会救我们的 我用师父的五大法宝 许愿 念经 放生 读白话佛法 大忏悔 三月几日 我们就去省城医院住院做手术 手术很成功 手术过后病人水肿很厉害 八九天水肿消不下去 眼睛睁不开也看不见 我晚上睡在他床边 求菩萨保佑我先生水肿早点消除 说了几遍后 好像有个像探照灯一样的灯照在我头上 佛光 我睁开眼睛 看到病是一片漆黑 我知道是菩萨来救他了 第二天 眼睛肿全消了 也看得见了 因为水肿压迫他后脑勺大动脉 医生说如不及时做手术会有生命危险 接着又做了第二次手术 第二次手术比第一次手术时间长 难度大 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星期 这期间 我求菩萨保佑我先生早点出重症监护室 一天早上十点左右 医生查完病房跟我说 你先生明天可转到普通病房了 我心里无比激动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菩萨保佑我先生 一天比一天好转 真是法喜充满 虽然是两次大手术 出院后不到一个月就上班了 我无比感恩菩萨救了我先生 师兄们 只要您坚信菩萨 菩萨是有求必应的 感恩师兄们在我先生手术时 帮我先生助念 放生 住远小房子 我真诚地感恩 帮助过我的师兄们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下面我来分享学佛念经后发生的灵验事例 学心灵法门前 我已是一个佛教弟子 持全素 念经有三十多年了 但平时念经也不是很精进 一生中也算平安 没有生过什么大病 但在2017年 我业障爆发 得了甲抗 骨瘦如柴 每月吃药 化验 也许是菩萨慈悲我 让我2020年有幸遇到了心灵法门 之后我就每天坚持念功课 读白话佛法 佛言佛语 念经文组合小房子还债 小房子太神奇了 随着经文组合小房子的一次次烧送 我的身体慢慢恢复到正常了 2022年 由于过度劳累 我的脚疼得不能正常走路 像个瘸子 去医院拍了片子 医生诊断是水肿 我就运用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放生 轻松化解了水肿的业障 2023年底 我的膝盖忽然疼痛难忍 一下都不能走了 晚上疼得我不能睡觉 没办法 我又上医院拍了片子 医生诊断是 关节膝盖退行性病变 骨髓水肿 关节膝盖损伤 囊内肌液等等六种不正常 必须要动手术 我想我不能动手术 因为我身边有人动过手术 效果都不好 我以后要是成了瘸子 太可怕了 回来后我和师兄谈了我的症状 师兄建议我 五大法宝 配合猪医条理 双管齐下 我上香在菩萨面前许愿 放生一千两百条鱼 三个月放完 念经文组合小房子八十一张 三个月完成 念礼佛大颤伟文 每天七遍 求菩萨帮我找到一个可靠的中医 让我少花钱 腿又能好 菩萨真慈悲 有求必应 第二天 我就找到了一位中医 让他看了我的化验单 他说 千万不能动手术 他说 没事 我帮你调理 既花钱不多 还让你健好 感恩菩萨 就是这样 我一边用中医调理 一边用五大法宝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我的腿像以前一样 完全好了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达自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 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心灵法门为学业助力 东方台秘书处编辙案 六月是考试月 最常见的是期末考试 最令人关注的是高考 对考生来说 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挑战 甚至对学生家长而言 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理念 鉴于此 本专题特别收集了一些 考试相关的内容 以台长的开示 来指导大家 更如理如法的念经修心 并服以大量考试成功的案例 希望为学子和家长们增添信心 以更好的状态去迎接考试 如骨天意 即将进入考场的深深学子们 无论何时何地 何种境遇 请一定记得 学佛人有观世音菩萨保佑 这就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 助学子们考试顺利 法系充满 1.节目精彩摘录 1.修心灵法门后 学业事业顺利了 选自2012年3月11日悬疑问答 然后也经过那个基督教 然后去年11月份 才开始修心灵法门 就念了两个星期的经 然后就梦到台长开法会 然后就打通台长电话了 我爸我妈都跟着我受影响 我爸爸之前回家 就是玩电脑 然后看电视 他现在回家 晚上跟我妈两个 那一块念小房子 你看看多好啊 就是你呀又做了功德了 你让你爸爸妈妈 都信佛都念经 你又有大功德了 小姐啊 听得懂吗 谢谢才讲 谢谢才讲 然后我还就是 我就觉得我身上 发生了很多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考试之前 就是就一直在念经 就考试就会就特别顺利 然后找工作也很顺 然后然后还有就跟同学的关系 还有老师的关系 都非常顺利 然后我还就是把我这个监力 告诉我同学 还度了我三个朋友 你看看 我还跟我妈一块 就是度了十来个 就是亲戚什么的 就是大家现在都一块 就我们见了面 就一块交流 那个台下 看见了吗 有些心泽 特别开心的 感菩萨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师父经常给你们讲 外观无碍 就是外修 要修你们的心和行为 外修要慈悲 修你们的脸 不要带有奸诈之相 要让人一看 就是一个菩萨像 修心的人 脸像都会变的 如果今天 你的脸像 还是那么凶 就是你的心 根本没有修好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